玄战倒数时刻来看到现在是不是出现了党内的壮胆民调呢 什么叫做壮胆民调呢 就是比人家多一点点就算是为自己壮胆吗 好来看到民进党内传出的这一份的内部的民调显示 在桃园市的选情的部分 蓝绿的两位桃园市长参选人曾孕鹏跟张善政 他们只差一个百分点 看到民进党内部的民调 曾孕鹏他的民调是27%的支持度 而张善政呢是26%的支持度 目前呢看到桃园市长郑文燦说 现在支持度确实是稳定的上升 目前是微幅领先1到2% 接下来会合体50场的活动 很多网友就说了你差一个百分点 都认为是曾孕鹏领先吗 还说这个支持度是稳定的上升 那么说这样子的民调是不是只是在自我壮胆呢 另外呢看到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的 包括了这个曾孕鹏的部分 他在党内民调非常非常的低 曾孕鹏他的民调只有3% 但是呢他就说了这个民调呢 如果只是为了做广告的宣传的话 他说这根本不算是民调 这个算什么呢 只算是民调而已 一起来了解 所有的民调都做参考 他很有机构效应 其实民调是一个科技科学的依据 这个科学依据就是他的样本跟目的 是不是一致 如果一致的话那就可信度很高 如果没有一致只是为了做广告 或者是为了做宣传 那个都是零条 所以这个就不准 我想我们就一直持续往前努力就更重要 蓝世博你有收到消息 他在中央大学说论文抄袭的部分 博士论文抄袭的部分 那你这有没有回应 那个已经很清楚了 那个学校也都审过了 都没有问题 他现在主要都在讲这个 我所谓的这个 我里面有一张专门在探讨这个历史文献 所以那个当然是别人的 我想这个学校已经审得很清楚 欧阶也给我公文 那么我想很清楚 我们现在被抹黑被打击 被插水瓢被戴红帽 然后甚至于被人格道德的毁灭 我想都会出现 好不好 我们都欣然接受 好不好 这个水 那个黄新界前生前常常告诉我 说如果我们要去 如果我们要做宗伯 不用怕他瘀瘀瘀瘀 我们要插政局不用怕瘀瘀瘀 好不好 坚持就对了 坚持坚持好不好 没问题啦 那个都有嘛 我那个都已经给我公文了 对不对 那个都审过 就是都是那些东西嘛 其实我现在再讲更清楚一点 那个写台湾的民营化 那只有我有 我才有 从我的研究架构 我的研究理论 到我的这个研究发现 到最后研究的结论 通通是我自己写的 当然前面那一部分是因为历史文献 好不好 另外来看到是新竹的部分 新竹市长现在是呈现了双红一人撒咖都的大战 看到呢林根仁他就说 他喊出的是市民最大咖 要提出公共参与的四招 而另外呢 针对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宏 抨击了民众党参选人高洪安 说他的香山政策是空洞骗选票 高洪安他也回击了 他说沈慧宏呢 沈溺于在失败主义当中 这种格局呢 是配不上新竹这个国际化的城市的 另外他也驳斥了 说柯建民别要恶意的议策想法 胡乱放不放这个 这个不攻自破的谣言 不过柯建民怎么说呢 他说柯建民讲 林志坚会回房新竹的 他说林志坚是不会缺席 接下来呢 他们会并肩作战 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非常的不理解 为什么沈慧宏不愿意接受 新的思想新的产业 甚至是固步自封 为了反对而反对 不惜打脸林志坚前市长 也白白的让香山居民 错过了产业发展的新机会 最后关于沈慧宏批评 我在大菜期新竹果菜市场 签建的计划的加速推动 原因竟然说是 没有取得市场内部共识 或者是具体签建的地点找不到 我想林志坚会回房团队 执政已经七年多的时间 新竹果菜市场的这个签建案 其实也跟着一起延宕了七年多 他们完全的愧对了果菜市场的摊商 以及所有这些市场的顾客 让他们置于一个年老 而且有结构疑虑的危险建筑物当中 更不要说周边交通拥塞的问题 始终无法解决 这可以看得出来 沈慧宏执行力的低落 到现在也说不出来市场牵贱的启程 只会一直用市府以规划中 来欺骗市民 完全不适任执政新竹市 我高文安绝对不会像沈慧宏一样 沉溺在失败主义当中 好来看到桃园的选情 现在桃园是不是被超车的呢 来看到这一份算不算是壮胆民调 但是郭正亮说会有一个大咖要出手了 好这是民进党内自己所做的民调 曾云鹏的民调呢支持度是27% 国民党的张善政26% 那么脱党呢 应该说他被开除党籍的这个郑宝钦是3% 非常非常的低 好另外看到说 那么这个曾文燦就说了 曾云鹏现在是稳定的上升 目前的微幅领先的1到2% 但是呢这也差太少了吧 只差了1%而已 所以有人说这内部的壮胆民调只赢1% 网友说也太惨了 以前的民进党内的民调的话 通常一做出来就是赢对方要10%的 就是要让自己觉得很有自信的 但是看到只赢了1% 这个也太少了 网友说这个吹口哨壮胆真的也蛮会的 不过呢郭正亮说他看过了两份 没有公开的民调 他说曾云鹏跟张善政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是不相上下 但他说了张善政呢 在声量还有议题上的能力比较弱 而郑文燦呢是非常的强 会权力的动员 所以他说哪一个大咖出手呢 郑文燦出手的话 到时候呢可能就会影响这个选情了 好倒是呢前民进党台南县长苏焕智却说 他现在要结结郑宝钦跟许忠信 要凝聚讨厌民进党的力量 看看郑宝钦的民调支持度会不会来上升 好我们看到这是桃圆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竹 因为呢外传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他要回防新竹了 要帮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省会红一把 而究竟林志坚他现在角色 对民进党是应该切割呢 还是说应该要加分呢 其实评论员黄世修就说 看一看号称跟林志坚 桃圆三结役的郑运鹏 他的态度大概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现在看到郑运鹏的团队 我不知道有没有内鬼 我不知道他们在桃圆 现在搞得什么样子 看起来也是搞得不是很好 问题就来说 现在林志坚这个角色 对民进党是一个要切割 要排除的角色 而对于郑运鹏来说 他当时也是说力挺林志坚 相信林志坚的清白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从那之后 郑运鹏也很少再提起林志坚 郑运鹏也不提了 郑运鹏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被骨仔 我坦白说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当朋友的 因为他就是以背叛出名 你从他从政的生涯一路回顾 包括前阵子 那个高嘉瑜的前男友 我说是小马不是林秉书 小马不是也出来说 就是爆料郑运鹏从政以来 他就是不断的从一个派系 跳到另外一个派系 说背叛就背叛 所以其实郑运鹏也不是这个三弟张飞 他根本就是吕布 三姓家奴 我们可以号召叫吕鹏 他就是背叛 但是在林志坚退选案 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郑运鹏 可是现在郑运鹏发现说 林志坚他是个票房毒药 所以早就消失在桃园的政坛上 他现在在谈到说 那林志坚要不要回新竹呢 要不要回新竹帮他的副市长 现在要选市长来助选呢 那这个是我稍微探听一下 据说是有这样子的安排 那我相信林志坚 应该这样讲啦 我觉得林志坚是不得不回新竹 我评估他可能比较仅止于私下的拜会 他会不会真正站上台去力挺沈慧宏 了不起就是最后那个大团结啦 但是他不会是主角 也不会是重要的配角 但是新竹的情况呢 我觉得也要考虑 当沈慧宏这个第三名 弱到一定程度 会不会那些绿的选民 会直接把票灌到高红花身上 那国民党林根人就会输掉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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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